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大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林杰 今集想和大家主要講兩方面的事情 第一方面就是尹兆堅正式失業 失去全部的收入 而他是黑食都黑不了 為何呢 待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哪些人已經停了收入 停了良知 待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方面就是黃色經濟圈又出事 令黃人的母親節快樂的時候 幸不快樂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待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當然要先說尹兆堅 尹兆堅早前已經入籍 說要辭職 沒錯 辭職區議員的職位 他已經做了18年的區議員 他就說從政生危令區 此生無憾 當然 對於一個會考一分的人來說 他當然是此生無憾 有什麼一分的人 即是會考人可以 從政之餘 還要做一些 大議員 即是立法會議員 也可以做這個區議員 加上的收入 區議員 三萬多收入 四萬元收入 立法會議員 十萬元收入 加上是十幾萬元收入 未計其他的津貼 大家可以想想 會考一分的人 一些說真的 大家覺得他有能力的話 我覺得 這個人也是很有問題 我不是要成績去說任何事 而是 這個人 又沒有成績 亦沒有能力 但是 可以在一個政治生危上 真是找到這些錢 大家可以 可想而知 一件事 他們這些犯暴派 他們這些攬炒派的人 其實 的能力 真是非常非常之低 俗稱 低能 尹兆堅說 他現在很無奈地要辭去一個議員的職務 但是就不代表他退隊 不代表他不再關心社會的事務 他說 會承諾盡快歸隊和大家一起守護香港 其實你都不能再歸隊 你想著你可以這個時間辭完職之後 在未來日子裏面 再有得選嗎 你不要玩 你真的不要玩 未來日子裏面 這些泛暴派 這些反中亂港人士 攬炒的人士 應該是不能再參選 當然他現在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應該是要保平安 他知道如果他現在 不辭職的話 在未來日子裏面 他當要宣誓的時候 很大機會要把一些新樽追回來 但是文潔想說 尹兆堅是比較特別的例子 因為他還要干犯港區國安法 如果是干犯港區國安法的話 即使他不辭職的話 或者辭職的話 他也是很大機會 是有機會被追回新樽 尹兆堅就說 他是石隱區區員 他就說 石隱區是他從政的起點 也是終點 都算上天安排的緣份 有時候這些 天有眼還是天無眼的事 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現在就真的天有眼了 就把這群泛暴派人士全部拉下 他說有此有中 圓滿無憲 他就說可以為香港市民效力 是他一生的榮耀 但是有什麼人給他幫助 其實我看不到很多 然後他就說 一起經歷過很多大時代的 最短節和群眾活動的波蘭壯庫 包括九七前途問題 五十萬人大遊行 反對二十三條 當時如果不是你這群人反對二十三條的話 香港還會這麼亂嗎 這件事又一次證實到 其實葉太 我就是要說一說 葉太 是真的很有軟見 葉太所說的事 是真是一些事實 他說爭取民主普選 幸好你們 過不了 是他們自己反對 沒有了這個 普選 如果不是的話 大鑊 現在真是大鑊 跟著他就說他要大勝 等等這些事情 重視歷史澎湃 跌幼 陰情不定走過高身 帝國他也非常慶幸 就說與香港人並肩同行 此生無憾 當然你當然是此生無憾 因為 若果以你的能力是一個正常的 界別 商界也好 其他界別也好 去賺錢去做工 你基本上是不會賺到 十幾萬一個月的收入 我可以寫包單肯定 這個尹兆堅持了一職的話 他的收入就沒有了 因為他最主要的收入就是靠 這個立法會議員的收入 以及這個區議會議員的收入 他現在停了就沒有了收入 那些人就說 大家都知道 搞眾籌 做網絡黑衣 文杰你講的 沒錯我講的 他們網絡黑衣的名字都是我改的 做網絡黑衣的話 有什麼 搞不定呢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尹兆堅早前的老婆 也發文說 她的Patreon帳 就是黑衣兜 沒有什麼人幫 做網絡黑衣 也沒有人幫 沒有人支持 所以令到他們 如果真的辭職的話 生活將會非常之結局 大家可以想到 一個大洗開一個月 洗十幾萬的人 到現在零收入 可想而言之 那個生活結局程度 那個生活的 壓力 是會有多大 當然了 已經算好了 因為是一級一級下 因為早前 由十幾萬 收入 他就辭職了 跌到幾萬元的收入 由幾萬元的收入 現在變成零元的收入 都算是不錯的 因為 起碼 一級一級 讓你有一個適應期 但是做網絡黑衣 因為 尹兆堅並不是真正的勇武系的人 也都未必是一個 他們很核心 想支援的人 因為還有黃之鋒 日本周庭子 那些人是支持的 當然是不會支持到 這個尹兆堅 他是一個老派的人 老派老派的人 這些勇武系列的老狗 他們所謂的老狗 其實他們並不支援 所以 尹兆堅正式失業 沒有收入 黑食又黑不可以 還衰過黑衣 當然除了尹兆堅之外 還有其他人是選擇辭職的 包括涉及 這個違法初選案的 鍾錦倫 沒錯 他辭任了 西貢區的區議員 並且辭任 區議會的主席 這個位置 現在鍾錦倫在監獄 正在坐 因為這個違法初選案被還押 他在監獄裏面 現在負責貼信封 為什麼說他會負貼信封 他做得很開心 因為信封下面的左下角方 寫著 服務市民 四個字 所以 這四個字 提醒了他多年來的初衷 即使自己的新陷寧 都可以換個方式服務市民 他說會繼續堅持支持 堅強一點 他叫支持者繼續守護良知 鹽點希望 希望後會有期 其實是沒有希望的 不能後會有期 你想多了 基本上這些違法初選案 懷疑違反國安法案件的人 基本上可以告訴大家 未來日子他們是不能再 可以參選的 而這個鍾錦倫在12歲的時候 就是民主黨的范國威的議員的義工 當時做義工 已經幫了范國威 12歲就已經被人踢入會 可想而知多嚴重 范國威當時為他開始了一個敬包青年義工團 形容鍾錦倫是他的長期合作伙伴 在2011年的時候鍾錦倫是第一次代表新民主同盟出戰選區 然後做區議員 再做民主動力的副召集人 民主動力的副召集人很嚴重 因為 在這次的違法初選案 民主動力是一個非常主要的核心搞手 所以被指有組織組織初選 所以被控川某顛覆國家政權罪 是很嚴重的事 除了這個鍾錦倫之外 還有什麼人不見了或會辭職 其實有一個人真的不見了 懷疑他是潛逃離港 這個人就叫做鄭子健 鄭子健是一個黃大仙的區議員 鄭子健已經有消息 就說他已經離開了香港非常多個月 但是沒有辭職 他也是沒有開會 現在就是希望當局政府部門可以介入這個事件 將一些懷疑是已經 潛逃離港的議員 可以多個部門合作去看看他們是否真的 潛逃離港的 確定一下他到底是否已經 沒有盡到區議員的責任 去將他撤職 其實看回這個黃大仙區議會的出席紀錄 由1月至4月 總共是舉行了幾次的一些區議會會議 鄭子健只是在2月初的時候出席了一次全體會議 其他的會議基本上都是沒有出席過 包括所有的委員會 所有的區議會大會委員會 全部都是沒有出席過的 所以 而且一件事就是 有很多市民街坊都說 鄭子健已經多天來沒有現身 所以 加上有傳聞說他已經離開了香港 畏聚前途 他知道他將會有案件更新 所以 這個區議員已經著草了 很多市民都很關心 為何區議員又著草 然後又不用辭職 未來日子是否都可以 這樣做呢 即使有些人是沒有辦法的 他宣誓之後都可以不出席 即是可以不出席一些會議 可以不現身去防務市民 這樣也可以嗎 所以 令到很多人就不滿了 要求 有關的部門去查一查他是不是已經畏聚前途了 如果是的話 就希望將他辭職 將他辭退 將會有更多的區議員 辭職 相信未來日子 都會 有秩序地 佩服我們的 正常的議會和正常的經濟 大家可以 給多些信心給我們的 香港 中國香港 好嗎 我們說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一些沒有信心的代表 是什麼呢 就是黃色經濟圈 龍門冰室又糟糕了 他做什麼事呢 今年在母親節的時候 大家知道有很多很多的餐廳 亦會爆滿 並且只會 招呼到10點 所以 很多人都選擇不出街 選擇叫外賣 有什麼的店舖 又糟糕呢 黃色經濟圈 沒錯 就是 人血龍門的龍門冰室 他早前告急 就說就快倒閉了 搞不定了 頂不順了 其實就是 不過這個龍門冰室 一直都出名很服 早前在戰爭新手的時候 亦都有人打電話上來 和娘娘那些一起分享 就說 他那邊的 食物很不可以 哨水 狗也不吃 不過這樣 有些 比狗都會吃 是不是 還有其他東西 就是黃色經濟圈裏 都中了伏 包括之前的盆菜 無限魚蛋 和無限 這個叫做燒賣盆菜 賣1900多元 當然就是 這些黃人 都會照射 因為早前這個龍門冰室的老闆 張俊傑 在Facebook賣慘 吸引到非常之多的 黃絲 盲撐 跟他們訂一些 母親節大餐 結果怎麼辦呢 這些母親節大餐 訂的人 寫明一些送貨時間 他們亦都承諾了送貨時間 但最終就沒有辦法 預設的時間裏 送到這個 母親節大餐 就要晚上 十點多才送到 有些是全日消失了 不見了人 那怎麼辦呢 這邊手足 繼續罵這個龍門冰室 說這個龍門冰室不地方 堅底 表 表起他 真是 告急感 才給你面子 懲罰 大事大事 搞得那麼難 不如 撿了他 好嗎 有很多這些留言 有很多 Facebook群組 裏面的人 亦都是 不斷地 聲討 這個人血龍門 就說 已經直接了 很快的時候 他一遲到 已經直接 取消了訂單 說他們 沒有那麼大的頭 不要帶那麼大的帽 大家的電話 又不聽 又不覆 垃圾 由六點鐘等到九點鐘 上點 跟上次那件事一樣 上次那件事就是盤賽 盤賽又被人表揚到飛起 當然不是用表字 亦不是真的表揚 就是 說粗口的字 表揚到他們飛起 但是他們種完盤賽服之後 基本上這群人都是中伏中伏再中伏 他們很多時候這群人的記憶好像金魚一樣 記憶一會兒忘記了 當然他 抹完他都會忘記的 然後就說 母親節搞得母親非常不快樂 有些人說 又說七點鐘送 九點十點鐘都未送 TL線 然後有一個人就說 我好一點 他有送給我 不過是晚上十點半鐘 送給我 說吃晚餐 大佬 母親宵夜都吃了 你現在十點半鐘才要送禮 送到禮就是一時 張俊傑說什麼 勇於認錯 溝通安排的問題 廚房出單機死機 所以就弄成這樣 令客人有這麼不如佛的經歷 不能夠原諒錯 心表抱歉 回到農門兵室 再吃多餐 再吃多餐 全單八折 過來吃還要給八折 不是吧 叫他死 很多人就不斷地 不斷地 抹擦他 Facebook有一個叫做倫敦人妻先生的手記 上載了 一個龍門兵室的道歉啟事的截圖 然後就說一些他們的縱伏 套路 事情永遠都是這樣的 第一件事有新搞作 第二件事 大家很開心地課金 然後華麗核爆 核爆 然後再割蓄 然後老闆道歉 然後得到大家的原諒 然後就重複步驟一 勇於認錯 但是死不悔改 就是這些 黃色經濟圈的東西 原來他們自己也知道 他們自己黃人也知道 不過 知道就怎樣 知錯 不改 死不悔改 這些就是黃人的特色 所以這件事跟之前他們的新年盆菜 新年的食品都是一樣的 都是糟糕中伏的 所以這群人 這個黃色經濟圈 抵不抵撐和黃色經濟圈 有沒有用呢 基本上都是令他們中伏中伏再中伏 的一個笑話 不過也好 讓我們笑一下也讓我們知道 黃人做生意是怎樣做 黃人是多低能 多賤格 多犯賤 好嗎?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節目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定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